說到這一波反彈 很多投資朋友最關心的是手中的持股 怎麼績笑還是很難看 為什麼都沒漲到他們的 終於漲到了 連續這幾天反彈 總有漲到吧 但是可能還是套牢 因為套得很高 沒辦法 但是反彈這一波了 現在要想明天禮拜五 要逃嗎 還是說不用擔心 這波沒有那麼短 待會講 不過今天最新的消息 來看看鴻海 鴻海今天參加了證交所的業績發表會 看望今年的營運 鴻海六月營收年增率31% 今年最旺月了 目前為止 第二季營收年增率11% 估計全年展望優於預期 還有現在在電動車數位健康機器人 是他今年三加三的發展策略 當然人工智慧半導體 新世代通訊都是著重的重點 另外很重要的 大家在講投資紫光集團 之前被說要罰 因為你沒有事先先通報 今天說七月十九已經遞建 給投審會了 看重的是主要業務在IC設計等等 有助於他長期的營運發展 鴻海怎麼看今天也有不錯的反彈 但是鴻海目前看起來股價表現 也算是有一點點跌升反彈 怎麼看今天這一鴻可以算是吃下前三四根的黑K棒 鴻海會動嗎 我想之前這一根都已經完全填息掉了 填完息之後就在整理 整理整理之後 其實他算量縮在整理還算OK 那今天這一根鴻K棒把這前幾天整理都吃掉了 代表說我有一個企圖心想要往上勾 那唯一的缺點今天量不夠 如果說量可以勾一點的話 這個中長期的均線就可以突破掉 所以我覺得短線上來看的話 有機會在這邊先整理等待量的 但是很重要 這個多方的缺口不能破 以後不要破 102塊 對這個不要破的話 基本上他是可以偏多操作 偏多操作持股去爆 沒問題 當然不要看 剛剛這個鴻海的業績發表會 這種說法不錯 很重要的是還有下半年蘋果 蘋果訂單要來了 其實你看到六月營收年增就31%了 蘋果都還沒來 他就可以這樣了 所以他才會看望今天的營運 所以這七月八月九月就吃蘋果 就吃飽飽了 對不對 好蘋果手機真的要來了 而且今天外資說不會砍單 對 那怎麼看 瓶蓋股香香的 瓶蓋股今天在台股當中 都是很多跌身反彈的 你看鴻海也是 ABF載板的很多 光學元件的最近更明顯都打底完成了 好 怎麼看這些有蘋果光 而且都是跌身反彈的 對我們看一下 包括像星星載板的部分 我想這邊是第一季的EPS 這是近五日的法人的操作 我想載板很多都跌很深 我為什麼拿星星來看 他可能比較具有一些指標性 季線反壓還蠻重的 看一下季線反壓 是不是在187 對 所以底星也出來了 對不對 底星很漂亮 頭肩底 對啊很漂亮 今天第六根紅K棒 對沒錯 但是季線跟年線 這個是死亡交差 所以他季線的壓力會比較重 剛好季線位置 這兩根黑K棒也在這邊 187塊6 對量也比較多一點 所以反彈到這邊來看的話 可能如果攻不上去 畢竟他是跌生反彈 我如果說我說過 教過大家 我有10張 這邊我就賣掉幾張 等他壓回我做差價 低一點我再買回來 成本就可以降低下來 差10塊 差10塊就要到季線 季線年線你說死亡交差 對這邊死亡交差 這壓力會比較大一點 但是我們要想 會不會星星如果碰到這種壓力 然後輪到景碩南店長 會啊 他們有些距離還很遠 對啊 這個如果說跟季線的一個 覆乖率率還很大的話 我領先的先到了 其他就會跟上去 這樣子 大概會講 另外呢也講到 除了星星之外 穩帽 生化交易產業 最近其實外資有小買一點 季線一樣也有很大壓力 但是他快碰到了 孔會拉會打雙腳 看一下穩帽 季線在這裡 你今天挑的都是快碰到壓力 沒有有些還沒有 等一下還有 這快到壓力 他彈了一段了嘛 碰到壓力之後 我覺得這邊的壓力線還蠻大 每次碰到季線都過不去 對對對 每次都這樣下來 對這樣下來 所以我碰到季線之後呢 如果他過當然很開心 能可以過去 但是呢 畢竟他是下彎的嘛 碰到可能會稍微整理了 不排除在打第二隻腳 再往上攻 所以不管如果先碰到季線 可能都有壓力 先要小心 因為他有一波反彈 這都是已經有一波反彈 所以才會離季線比較近 台股都還在剛剛越線而已 這些比大盤強的 但是呢 靠近季線尊重壓力 剛剛講 那郁金光呢 郁金光的部分 最近土洋有點對作 不過他W底打完成了 可以看一下 其實這幾天有稍微壓回 這個強欸 這個有沒有 大底完成 季線過多久了 過很久 因為季線還黃金交叉 到年線了 對啊 然後呢 因為年線有壓力 有沒有看 他最近回來 W底成型過了景線之後 回來撤景線 我看測得穩不穩 連續都拉下影線 所以這年線是有壓力 我們尊重一下 但是底型出來了 如果說他能夠站回去的話 等幅差距可能就有空間 好 所以現在看起來 現在看支撐 對 現在看支撐 425塊是不是 你覺得這幾天都有測 這幾天的低點的話 應該 今天的低點 可能就是很重要的支撐 今天是434塊 那我們看今天低點在哪裡 421塊 421塊 所以這幾天421如果有碰到接近 可以佈局 對 是喔 甚至呢 我說這邊比較強一點 他連421不再碰到 這個景線的位置 不要去跌破的話 都有機會 好 這是我們看到光學園線 玉金光 但大力光是指標 玉金光 陽明光 聯義光 都一起光 都一起亮 股價部分 再看到真頂 這個就更猛了 他改名叫真強 你看股價 有沒有 他把所有均線都站上去了 六根紅可以放 但是呢 漲了那麼多了 我說實在的 這邊的你要尊重一下 是 這邊會有壓力 當然如果持有的 不用那麼緊張 五日均線 他這一波很陡 不要去跌破他的話 短線上你可以留著 中長期呢 我們就看季線 他已經突破了 未來可能壓回季線 不要跌破 都還有可能往上的一個空間 好 能夠拉連六紅的 這都看起來 以為國安基金護盤 這剛好是國安基金 宣布護盤後的那一天開始算 連六根紅可以放 好強啊 日K連紅股來看看 剛剛有真頂這樣的個股 做表現 還有呢 宏達電 金橋 威盛 智源 新唐 南電 林通 景碩 ABF宅伐 另外呢 真頂 你看到嗎 很強喔 這是連紅 連紅的 星星電子 有沒有 林陽元泰晶元電 日K連紅股 看起來很強勢 那另外呢來看看站在本週高點的 跟日K連紅應該有重疊 但是呢 這些更強 漲停板的量的很多 什麼星星航運 這是航運 另外呢 宏達電 金橋 加能全 最近金橋也很奇怪 好飆喔 好強喔 再來呢 威盛 宏達電 威盛有沒有看到 元宇宙概念 智源新唐創為IC設計 都是站在本週高 但是我們發現他們一個問題 都是跌升股 跌很深的套勞股 套勞股在反彈 現在呢 這一波反彈 先說到了明天 如果有一波像這樣的 站在本週高的 日K連紅的 明天該謹慎一點或該調節一些嗎 照理說如果連六紅連五紅 你抓一下 第八天通常會震盪一下 所以轉折嘛 八天轉折 對 八天轉折 可能下 明天或許要維持強 但是可能會流喪一些 最近太強了 明天一定有人要調節 所以可能就不要再追高 有的人我甚至可以調一點 我先賺個差價 安心一點 過了假日之後 讓他整理整理 看有沒有機會再高 現在是套勞反彈股 幾乎沒有錢 可以再掏出來加碼 對 就不要 就到來回之後 只能賣一些股票 回來低點再加碼 把成本降低 所以現在的意思操作是 你建議這種跌升反彈股 我現在明天該賣一些嗎 有些要賣一些 有些快到季線 或碰到壓力 連檔可能檔第七天 第八天的話 我覺得可以調節一些 剛剛一些瓶蓋股是這樣 那現在我們要講 這真的是跌很深的 跌很深的到現在 如果是跌很深的反彈 明天要不要賣 等一下會講 不過我們先看跌升反彈 你先說晶圓代工 我知道今天台積電很強 但是今天其實連電 利基電也很強 但是跌最深的是利基電 連電 那你為什麼只挑利基電 我想利基電之前有 公司有認為說下半年的展望 有點雜音對不對 股價也跌得蠻深的 那很多人也有利基電 因為當時比較便宜嘛 大家又進場 所以很多利基電抱在手上 沒有賣就跌下來 其實基本上第一季上半年 都不會太超 但是它這個跌升反彈 七月八號的景線有支撐 景線有支撐 季線一樣 季線壓力很重 景線季線來看 七月八號的位置點 有沒有底型出來了 我講的是這個景線 41塊 對今天剛好過 今天剛好過 既然你過去了 它的支撐力道就很強 底型也會出來了 但是呢 當然等幅差距 可能空間沒來 但是季線的壓力在這裡 未來比較遠一點 比較遠一點 是還有空間的 季線49塊 所以它剛從底型出來 未來只要景線不跌破的話 我說實在的 或月線不跌破的話 有著人不要這邊那麼急的賣 跌了那麼深了 它應該還有價值反彈上去 等到漲不動 面臨到季線壓力之後 再做一個調整 但是這種個股就是 只能抱著等反彈 不能加碼嗎 當然如果你口袋有的話 可以加一點 但是不要說盤中急拉了 開一個很高了 你去加它不要 因為這最近輪得很快 有低點去加 當然重點說月線或景線 不要跌破 這是前提重點 為什麼選利基電 不選聯電 我們看看聯電 聯電其實已經衝上來 對 它也是一樣 它底型也出來 也是過了景線 也是過了景線 其實樣式是一樣 但它離季線比較近一點 所以一樣季線壓力 剛好這邊又有缺口 熟悉的缺口 所以這邊的壓力 到季線附近 可能壓力就比較重一點 壓力點到了 季線關卡附近 先看 IC設計 這更多人 疊得最深 這幾天反彈最強 IC設計 你看今天新唐 今天什麼聯發科 今天好多IC設計股 我們可以看到IC設計股的部分 來看看 一堆漲停 一堆漲停板 這今天漲停板的比元宇宙還多 就是IC設計 第一頁基督多漲停 類比科 延通 威盛 智元新唐 智元新唐怎麼看 我想新唐來看的話 今天漲停板對不對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K線來看的話 有沒有 它今天站上月線的有量 代表說月線是有支撐的 月線有支撐 但是時間我們看長一點點 大頭部這個景線 是 這個景線快到了 所以再往上衝高 剛好這又一個空方缺口 難免明天可能會震盪 再往上衝高會震盪一下 所以不能把說 今天這個漲停鎖住 然後帶那麼大量 大家都鎖醒 漲停 很好 不能這樣講 不能 當然明天可能最好是開高 怕是有人故意鎖住 然後明天一開給你 那麼早就鎖住 其實還好 就是還好 越早鎖住越好 但是這個確實 我們知道有景線 有空方缺口 明天衝上去 會不會有人解套的賣壓出現 所以萬一開太高 大家就要稍微小心一點 如果說穩穩的 小漲小漲 我覺得慢慢漲 或許呢 不小心就把它全部突破掉 新唐的部分 今天很強勢 再來看到了 個股你說有副頂 季線的壓力還是比較重 短線會整理 因為它也彈上去的 我們看一下 他沒有 很近就要到季線 對 他其實算強的 他季線我們要尊重一下 不過呢 我覺得他底型有出來了 另外他慣性改變了 我倒認為說 這行股票呢 可以抱著 可以先抱著 因為我說 他也跌很深的 但是他是後來還跌的 但是呢 他的姿態上是比較強的 是 等於說他有點比較偏中多頭的感覺 所以呢 只要未來年限不要失手的話 應該是有機會再往上攻 所以這個比較可以放心 續爆 對可以續爆 因為他看起來形態上不差 因為他掉下來是最近才來 對 最近才掉 好 這樣懂了 好 那剛剛講過聯發科 再來看到了個股 矽晶圓載板散熱航運 但我們剛剛也看到 ABF載板很多 對 今天星星也剛剛有提到 對 但是呢 很多人在看 跌升最強反彈的 今天居然是南電 對 因為他距離季線最遠啊 剛剛不是星星快可以接近嗎 所以這個我們就放心 可以強他反彈 對 一樣底型出來 我覺得股價來看 真正的大壓力在這裡 遠的 對 還比較遠一點 對啊 所以以今天的收盤價來看的話 還有好幾十塊 今天是兩百八十二塊 如果季線看是三百三十五塊 才有空 而且他最近的底部都有亮 所以基本上來看的話 你不要追高 我還是強調現在輪得很快 你可以沿著五日均線 有壓回了他 附近跌不下去 你就慢慢接慢慢接 會比較安全一點 畢竟他是屬於 跌升反彈的一個架構 所以現在看起來 你覺得就是星星已經先漲高了 反而南電比較放心 會有機會 空間比較大一點 這是ABF載板族群 另外散熱的建設怎麼看 我想建設來看的話 他有一個時間看長一點 他算搶的 他跌那麼長 跌那麼長得很快 但是這個下降壓線 快到了 所以可能這邊如果過不去的話 稍微要做一些調整 讓他休息一下 但是未來可能會變成在這邊整理 因為這邊跌破了馬上站回去 未來變成這個收斂三角形成 只要未來這裡不跌破的話 基本上還是可以偏多 但是有的人如果這一波 有搶到反彈或除息之後 賣一趟吧 每天這個壓力過不去 我就賣一趟了 這是要看到 現在看到這雖然很強V轉 但是壓力到了 過去當然很好 過不去就要做一個調節 好 最後看到這一檔是昌榮 我想短期均線他糾結了 這個有沒有 包括五日線 十日線 月線都糾結在這邊 唯一的是缺乏量能 那我會覺得說最近法人回來買 有些外資 這個叫除息缺口 先看這裡 短線上應該會反彈性公司 所以一樣就是也賣不掉 砍不掉 只能抱著 對 先抱這邊填完全息 填完息之後才會再說 再看後面的價量變化 現在也就只能保守 所以對於航運股 對 所以我剛剛舉了那麼多例子 其實三個關鍵 月線 季線 還有除息的缺口 大家去看 這個完全天息 可能就要賣一趟 就是這個壓力 對 季線的壓力很重要 好 謝謝建成告訴大家 記清楚了 我們幫你問了 很多投資人心中的問題 套勞股這一波反彈怎麼做 到現在你該賣嗎 還說這波反彈不會那麼短 待會我也請教其他專家 但是剛剛建成說的問題 就是壓力在月線 季線 還有除息的缺口 當時的壓力就會比較大 提供給你 跌升反彈 解套股 套勞股 現在怎麼做的操作法 待會到現場說到 說昨天這場深夜記者會 怎麼最近那麼多公司 很愛三今半夜開記者會 但是救援失敗 潤泰雙雄今天又鎖死跌停 這到底怎麼回事